各位们好 今天我们是Animation Class的第36讲 我们主要是讲这个Keyframe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动画课程的第36讲 讲的是它这个物体移动的这个坐标 和时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到今天已经讲了35、36讲了 讲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动画动画嘛 我们光说话没动 这个物体都是静的 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运动 物体的运动 是如何确定的 那么首先你看这边 从这儿有一个小红线 这个有点像尺子一样 这个叫做Keyframe 就是它你可以说是坐标 也可以说是尺子都可以 这边呢 是一个我们setup一个设定了一个2000 2000呢你这个越长 这是一千五、一千九百五、两千 你越长它走的越慢 我们为了让这个物体走的慢 我们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设了一个2000 你要想让它快可以设500、200、100 那么呢我们每移动你的物体移动一下 我们这边呢按一个S 我们先呢把这个S我们100、100的放 100、OK 现在是100 刚才呢是在这个位置 100我们现在要让这个下来 好了这样 按一下S 看就出一个红线 200 再往下移动 这样一下又出一个红线 300 下来一下又出一个红线 400 又下来一下又出一个红线 500 又下来一下又出一个红线 600 又下来一下 又出一个红线 700 我们这些都是大约的 好,又出一红线 850了 我们让它起来 950了,再让它继续起 1100了,继续起 1200了,下来了 1300了,又下来了 1400了,下来了 就是你只要动一个动作 然后你呢 这个红线就按一下 然后你改变它的位置 OK 完了以后 这个呢,有点像这个 播音机一样 开关 这个往前走,往后走 这样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运动 好 看,像飞机一样 降落在机场上 好 升起来了 像个气球一样 升起来 又下来了 下了以后 然后滑翔 上升 再来一遍 好 上升 下降 下降 回来了 又上升 又循环 那么呢 我们这个 再度一试验 我们把这个 它消掉 消掉 我们让它下来 下来 到终点 好了 到终点 好 我们现在是 100 OK 100 回来 100 让它起点 起了 S 200 S 300 S 400 S 500 S 600 S 700 S 800 1000S 1100S 111S 1200S 1300S 1300S 1500S 1600S 1700S 1800S 1900S 这个是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看一下 转了一圈 像弹簧一样 但是越转越大 这个圈越转越大 像一个脱落一样 脱落 又来一遍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 Keyframe 我们 Setup 它在某一个时间的 它的位置 这样让那个物体 它就会运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简单的介绍 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介绍 好 拜拜